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老佩群生,欢迎来到群生解说 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杰巴尔的大师之一,一匹温州十六强 对这两匹小坏X,看一下我们好久没有做温州十六强的内容了 不知道最近他的五股神功练到第几重 想近身,这个叉子见到对方过来心里就有无限的颤抖 现在主动寻求,主动寻求近身是不科学的,兄弟,完了 好,中腿来,别没有选择大火头,机会不好,然后退下 来,反边,摸头,反面是一个危险的地方,兄弟不要靠太近 对方的五股神功,只要抓到你就死,还好一个板鞭头,变成了一个板中头 完了,大火头起身,死吧兄弟,怕不怕 所以这是叉子的软肋啊,神僧叫做明察秋毫 谁发明的这个战术啊,真是太太硬吧 整个游戏性一下就提升了不少 让对方可能几十年的功力啊,毁于一旦 这就说不怕一招,不怕练一万招啊,就怕一招练一万遍 走兄弟,是不是烧烤啊,听说你喜欢吃烧烤,那就来吧 硬度烧烤,用酱汁是用恒河水酿造啊,非常的帅 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哎,起来 好,摸头 走 非常的乖巧啊,这个样子 好,后来香没有拿中 悠渣,兄弟不要动啊 好,进身 抓一把 中腿兼重叉 来,清查一下陌生 进身不科学 吐来吧,兄弟 进身 完了,打晕了 累 累到死 好,这把可以的啊 小回家 神僧今天心情不好啊 被人累了 好,板边 完了 大火 哎,小火 小火也是一样的 小火还是不成熟啊 小火战术不成熟 要打晕了 差一点 刚好说 就打晕 旁边 烧起来 哦 吐来 中腿之霸 只要有中腿在啊 对方就不敢造刺 神僧飘了飘了 第三连 第三局 来 嗨兄弟 不敢来了 不敢来了 让你躲 躲着了初一 你知道十五怎么写吗 兄弟 烧烤吃起来 走起来啊 多磨一点 自然 再见啊 你的爪子带反了 应该带在右手 对,他带的是右手 没有反 好,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啊 第三局 必须要走起来 神圣还没有打够 神圣还没有打够 中队进版面 加到版面 不要动啊 不能给他 突然兄弟 来 没有插到插到了 神圣其实在这个版边 在这个距离的话 没有太多的 压制性的这个输出啊 只能摸一下啊 只能摸奖 对方一定要保持好这个距离啊 一旦被投到版边 非常的危险 哎 我一直以为整个街霸里面 肌肉最好看的就是叉子 非常的好看 又紧致 而且很有力气 很有力道 看上去 好,悠一下 神圣说不约不约啊 打边 插他 打个先手 起跳 对方一个滑柴 来 完了 烧烤吃起来 先给你摸点 小将 兄弟 很喝水 酿的酒 你还没喝过呢 先生又飘了 飘的很到位 看第三局 好 对方主动寻战 进来边 突来 兄弟 差一点差一点 再一下就要晕了 好,板边 最后一针 烧烤磨起来 肉串 穿起来 死败兄弟 上活了不是 没办法 好,我给你半口 印度神友 我就是混球 喝了包 你肯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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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肯求我给你半口 不是抽的我们 哥 他们抽发 但是还得叫我大哥 印度神友 我就是混球 喝了包 你肯牛 你肯牛 你肯求我给你半口 不是抽的我们哥 他们抽发 好的大家希望全新介绍 谢谢节目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